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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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開店兩年前 那時候已經想做這個吉吉串串的 街邊檔風味 陳薇吞吞是魚蛋 最加上大馬的秘魯魚蛋 味道真的很棒 最重要是像街邊的風味 其實就是狗技的出品 大家的街邊檔刀都是狗技魚蛋 但是這個就不是平時的 是陳薇吞拿魚蛋 為什麼叫陳薇吞拿魚蛋呢? 因為裡面包含了大概30% 的吞拿魚肉 所以吃下去魚味會出一點 比較香 這個醬是大媽的秘魯魚蛋醬 供應是最像街邊檔的風味 這麼小的包裝 其實是第一次出的 一勾都是這麼大的 為什麼這麼小包呢? 就對這麼小的魚蛋 兩個配合就剛剛好的味道 這個醬是大一點甜味 還有磨屎味 是像街邊的鯉魚蛋 那種味道 還有魚蛋的鯉魚蛋 還有魚味是比較出一點的 質感也很有趣 像這個福州丸 它是兩層層層 外面有點炸 裡面很鬆軟很大 這個質感也挺正 有陳皮味 蠻好吃 夠辣 我覺得蠻好吃 魚蛋是比較實一點 角質感比較好 辣一點 會更加再野味 好香啊 好彈牙 好有沉肥味 比街上好吃 多一點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是這個醬 這個醬是來自深水埗同區 很有名的名店 陳記小食部 這個醬最有名的地方 就是店舖也不錯 那又怎樣呢? 譬如說你去刺刺 我想加多些醬 不行 是不會理你 這個醬很開心 是拿到回來 可能見我們街坊 讓我們試一試做 喂 醬的味道有你說的 醬就是 看起來像咖喱醬的沙啤醬 它入口會帶一點甜味 也挺好吃的 其實這包醬有50ml 分大辣和小辣 但我們接下來會先出小辣 喂 要配這兩個 對 這個就是陳記的王牌小食 這個就是柏葉和水油 再混合這個醬 基本上全套都是陳記的系列 所以味道就吃了 我最原本的Origin 沒錯 讓我們來分享 對 表 Braun 各位 一樣 是 那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